持续关注油品大厂复卫箱坦诚问题油内销 被卫生局要求提供供货名单 赫然发现像复卫箱进货的厂商全台是超过了千家 还不乏知名的连锁业者像是甜点面包店几分甜 知名的一品香扁食和强调有机月子餐的洗饱全都上榜了 业者今天全都忙着自清强调现在已经全面换货 复卫箱问题油品不但外销国外还供货给国内厂商 全台19个县市超过1000家业者都向复卫箱进货 知名连锁面包店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进货的部分是只有进食油化的那个沙拉油 因为爆发了这个棉子油的事情 所以我们暂时没有向复卫箱进货 全台展店数十家几分甜制作的面包甜点得奖 无数沙拉油供货商却是复卫箱 虽然复卫箱的沙拉油并未混合棉子油 但业者为了商与还是决定先停货 另一家知名月子中心喜宝网站上强达有机月子餐 使用的麻油却是复卫箱的问题油品业者忙自清 13号它被检验出确实它也有棉子油的成分 所以我们全部中指我们就该用那个福寿 这里连锁品食店一品箱也沦陷 坦承用过复卫箱的问题箱油及芝麻油 现在已经全面换货 连锁业者忙着下架退货 但复卫箱的问题流品 全台流窜好几年 除了已知的原本山海台 油饭泡菜扁食这些日常小吃 通通用过复卫箱 民众根本不放心 现在不敢吃了 应该自己会换油吧 主要应该不会把剩下的继续用完吧 油品风暴越滚越大 民众期待业者自律 别让人寝食难安